珍珍早前入院进行胃部手术 目前在家中休息 借由刘家昌4月3日在台北小支站 举行刘家昌告别演唱会的契机 3月4日TVBS2100全民开讲的主持李涛 特意邀请刘老师和珍珍做访问 珍珍在丈夫刘家昌陪同下会见了传媒 由于目前人在康复中 所以瘦了11磅的珍珍不时腿软 幸好刘老师及时扶住她 刘老师更透露珍珍前日感到不适 辛苦的在医院趴在地上 而她就飞去台北佛光山寺 为珍珍上香祈福 台中市长胡志强和任贤奇 分别送了花篮到刘老师府上 祝愿珍珍早日康复 而儿子刘子谦采言很担心妈妈的情况 专程由美国返港支持妈妈陪伴爸爸 这次就是因为妈妈身体不舒服 我觉得应该回来看她 什么时候会去那里 现在还在安排的当中